有累积至一生生活二在停播一周后收视率稍有 华 但在上周又重回原本水平 除了大家等待的love line 有斩获以外 这一集的泪水也没少给 想表达的 所谓的CP除了爱情 更重要与更实际的 是在另一人低潮时 在身旁的无声陪伴与支持 以下为防 现先提到大家最期待的熊熊CP秋秋与朔亨 紧急行手术的产妇终于 顺利止血 也保住了子宫 而蜀的想法也完全被朔亨料中 秋秋不停自责任 自己思考太短浅 不过朔亨却安慰他这些知识 要惊艳 如同第一季当中 郑元也曾对于冬天像 蜀说话方式不妥而予以告诫 但当时郑元的态 较为强硬 朔亨则是因为心中已肯定秋秋会是 医生而没有因此生气 后来秋秋因为未尽卵晕 辽躺在急诊室 看见站在一旁等待他醒来的朔 教授 还呼叫护理师说 自己有幻觉 连朔亨都笑 出来 相较于第一季冬天过敏种的跟猪头一样 辽急诊 郑元虽然有来却只站在急诊室门口内 可能还在与上帝纠结 说亨对秋秋的表现更激 想必秋秋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高兴的大哭吧 看 亨尴尬到一直轻拍枕头的样子真的太好笑了 终一下子两位医师的母亲都传来生病的消息 为医师的他们其实更加自责 怎么没想到妈妈能是生病了呢 郑元看见妈妈因脑部积水而摔 就一 也忍不住到帘子外擦掉眼泪 宋和更是听 妈妈罹患帕金森氏症而直接泪眼汪汪陷入低 此时就需要神队友的协助 郑元的妈妈罗莎 一 拥有一位神队友宗秀 两人在老年相互陪伴 宗 其实早留意到罗莎走路步伐总是小碎不脑步 变得其中一症状 虽然罗莎常催促宗秀去作剑 但当他自己出现症状时 却需要好几天才能鼓 勇气接受离病的事实 检查后发现并不是目前要可根治的阿兹海默症 才放心露出笑容 儿神 有宗秀始终陪在一旁 还为罗莎能重新演奏keyboard的儿彩 相较于上一季 第九集罗莎与宗秀一起欣赏 团演出时 宗秀双手交叉暴凶 表情不太愉悦而是偷偷用脚跟手指头一起打拍子而已 另一位神队友李义俊更是应该为他拍拍手 宋和接了电话整个人已经哭到心慌 义俊听了沉默了一下子 说 你是不是该回去看看 要我在你吗 这时候他知道宋和要的是一位强而有力的陪伴者 还有给自己独处于慢慢接受事实的时间 所以他守在宋和门前 拒绝了所有来访的人 食物 也一律先接收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的吃货一好 看见食物也开心不起来 等到他认为宋和已经稍微平静了些 这才拿出宋和很想要的专业考盘 让他的心情再度放晴 只能说这位神队友对于timing的掌控 以及安慰的方式真的非常的棒 没有选择拥抱宋和 不需要太多话语 而是给他空间与时间去接受这事实 我们郡湾终于也要露出曙光了吗 再回首尔的 运上竟然可以这样巧遇前女友 即使闭上了眼 也能凭香味认出他 义俊曾看着一唇在家里笑 回应手机里的简讯 他说是邀请香菜派对的红味 但义俊偷看手机荧幕时却脸色大变 到底义是在跟谁传讯息呢 照片 TVN新闻相关影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